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纏綿 忘了你的怨 你不斷在敷衍 我不停在貌陷 勇气从未曾被监管 底线 随着你挑战和改变 我 我也已放下身段不再成变 世界本就新鲜 麻木直觉岂能体验 谁又想每一天都住在心愿 我只想忘了誓言 忘了缠绵 忘了你的脸 你不断在敷衍 我不停在欧陷 勇气从未曾被监管 我应该忘了昨天 忘了思念 忘了你以前 我实到如今 我才忘了底线 我应该忘了昨天 忘了思念 忘了你以前 我实到如今 我才忘了底线 我反正也不再压车 我真的太 希望 有什么好仰慕 坐坐坐 好 先生 请您茶 谢谢 广美啊 广美 有人来看你了啊 广美 我正面过来看看你 好不好 谢谢你啊 你真有心 坐 你也坐 对了 多数人 我第一次登门 买了点小礼物 不成敬意 也不知道您喜欢不喜欢 好 好好好 第一次见面 就送这么重的礼物 我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收啊 赵夫人 我这是专门买的 笑计您哪 妈 骆军 她真的很有心 您就别不好意思了 收下来吧 那我就不客气了 对了 你来找广美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赵夫人 我呢 其实是上大学的时候 是学财务专业的 现在这广美 不也退出摩托圈了吗 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心情 再去打理那些新人 现在呢 她正好又是 景音集团的股东 又想去公司 去帮忙赵董事长 我想说 看赵夫人 能不能跟赵董事长 说一说 让我进公司 去帮忙打理系 我又是自己人了吗 我去了公司 您又会放心 我又能帮赵董事长 接下压力什么的 这个 妈 骆军 他跟我很多年了 他做事情 非常地细心 我对他也非常地信任 这个 没关系的 妈 您如果还是不放心的话 那 我还是自己 亲自到公司去吧 那怎么行呢 广美 你现在怀着身孕 哪儿都不能去的 对 不能去 我不能去 那既然你这么极力地推荐 就按照你说的做吧 谢谢老夫人 谢谢老夫人提拔 老夫人 您得好好看 你这拙子 我真的是精心挑担 一一挑出来的 您看那光子 您看看这光子 透亮透亮 您看看这 好 好 我跟你说啊 你去了公司啊 可要好好地给我干呢 我一定会的 夫人 您放心 妈 我还有一件事 想要麻烦您 什么事啊 就是 我怕伯萱她不同意让洛军去公司 她怎么会不同意呢 这个家 我说了算 老夫人说了算 这也不错 谢谢 在你上班之前啊 告诉你一个重大新闻 让你心惊胆跳一些 什么新闻啊 我们家施泰君 今天亲自挂帅出征 去我哥公司了 他没事去公司干嘛 非让我哥安排那个 郑广美什么以前的经纪人 去公司里做财务总监 陈叔啊 你是不是 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解决 董事长 其实 能有什么问题啊 年纪大了 该回去休息就退休吧 你怎么来了吗 我就是为了这个事来的 老陈 之前 我们不是说好了吗 是是 我一切都照你说的去做 赵董 紫质信 就在你的桌上 就请你尽快批了吧 我先出去做事了 这闹到什么鬼啊 这闹到什么鬼啊 啊 哎 怎么回事啊 陈叔 人家跟了我十几年哪 可以说是我们体力学的元老 工作兢兢兴业的 闹什么你 薄轩 亏你还是这么大个公司的董事长 你知不知道 现在企业的经营理念是什么 是 你甭跟我说经营理念 行 我问你 你把老成辞了 谁替他 谁有这个能力 可以坐他的位置 这件事情啊 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否则啊 我也不会做这个决定 你看看 这是广美介绍的 说你认识的 王老军 这不是那个 经纪人吗 哎呀 这吓猴闹 这这这这这这种人 他能干这老成的事吗 他学过吗 这是财务总监 开什么玩笑啊 我这个公司 人事上的安排 这是有规章制度的 我说了算 哪能这么随随便便的 奇了怪了 大云在的时候 也不插入这种事 现在来了个正光美什么的 你也管这个事啊 我不管 反正我已经答应过人家了 这个人的能力呀 我是测试过的 我是你妈 难道 这个锥我都不能做了吗 这莫名其妙 从经理解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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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观光字还蛮腻吗 啊 哎呀不错 那王建议如果 您还有什么丰富的再叫吧 我先出去忙吧 行 先忙去吧 哎等会小王 过来杯咖啡啊 快点 好 拿杯你看 哎呀 哎呦 老师 两杯咖啡 快快快快 哎呀 夫人您来了 怎么样 对你的职位还满意吗 哎呦 满意 您看您这 落地窗面对着大海 敞亮 哎呀 好 高兴 哎呀 哎呀 夫人 你看我现在这不也来到公司了吗 您放心 以后公司大大小小的事情 我绝对及时向您汇报 好啊 还有啊 赵总如果有什么小秘密 我也绝对及时向您汇报 有我在 您放心 好好好 那你呀 就给我好好地干 夫人您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 绝对不会给您丢脸 刘志高 来 来了 你这么早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啊 哦 没什么急事啊 是这样子 我听云姐说 你上次在网上帮她买凉茶 销售成绩很不错 我最近呢 又听说你想换工作 我这恰恰有一份 薪水还不错 又富有挑战 充满活力的工作 你觉得怎么样 你给我介绍工作 嗯 有什么目的啊 就是景云集团现在要招销售总监 我想让你来面试 我凭什么答应你去面试 行 我知道你不喜欢景云集团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是特别有潜力的 我特别欣赏 你知道吗 你有病吧 有潜力你欣赏的人多了 你随便抓一个进你们公司去啊 我告诉你 我不喜欢景云集团 我对它是憎恨 太好了 我要的就是你这种憎恨 你想不想替你姐出口气 景云集团本来就属于你姐的 你想不想替你姐 阿伯本该属于她的东西 不是 徐志高 你跟我玩什么阴谋啊 你一个赵家的人凭什么怂恿我进景云集团 我没跟你玩阴谋 我就是觉得你这人吧 有才能有激情有斗志 我特别欣赏 销售总监 非你莫属 不说是吧 那我要上班了 对 我就是想替云姐出口气 你 忠直 你想一想 郑广美现在在景云集团一手折天 我一个人应付不过来 我觉得你有这个能力 郑广美 对 在这些事上 我们俩应该是统一战线吧 行 你先好好考虑吧 想清楚来找我 各位 下一个应聘者 韩忠志 各位 我今天来到你们景云集团面试 其实就是冲着你们的董事长 赵伯萱先生来的 大云 你能约我 我觉得特别高兴 对不起啊 忠直当那么多人的面 那么说你 他就是这个脾气 我是不同意 我是不同意他进景云集团的 你别不同意啊 是我让他进来的 他怎么说我都行 我没别的意思 现在公司也真的是缺人手 他也合适 我就让他进来了 可是众志 他要进景云集团 他只会给你贴模范的 你不要因为他是我弟弟就任用他 他真的不合适 大云 这个公司有你的一份啊 他是你弟弟 让他进来 是理所当然的吗 没什么理所当然 大云 众志对我有误会 但是众志 他不会害我 他的脾气我知道 现在在公司里 我这身边 真的是需要一个自己人的 你知道吗 那个汪洛军 就是郑光明之前的那个经纪人 他通过我妈的关系 现在已经是公司的财务总监了 他把陈叔给逼走了 怎么会这样呢 两位 不好意思 两位先坐一下 我马上过来 好好好 你发生什么事吗 大云 志黄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跟两位朋友谈生意 赵先生好久不见 也没好久不见 我方便坐下来吧 走 赵先生 相约不如偶遇 其实我一直想找时间跟您多聊聊 一方面呢 向您讨教生意经 另外一方面 不管怎么说 大家都是朋友 应该多走动走动 哎 哎 你 跟我 不是朋友 我倒是可以 把一句话送给你 一个有教养的人 但是 当他看见别人没饭吃的时候 他不一定会赏别人一口饭 但是他绝不会当着别人的面 避压几次 你懂吗 不许 不许 大云 这样的见面 可真有意思 还是我打扰你们 你们见着你们的幸福啊 我打扰了 不许你干什么呀 许先生 加油啊 哎 哎呀 崔凌杰 你快帮我劝劝钟智啊 凌杰这次摆明了是在耍他 他还叫我这非有趣啊 好了 我为什么不去啊 啊 赵伯萱这么的都敢聘用我 我就更得去了 哎 就你这脾气 三天两头跟人打架 你到时候进了警运集团 你不得两天就让人开除了呀 再说了 你到时候现在的工作没了 销售工作也干不了 你叫我们怎么办啊 我既然决定要去那干 哎 我就是百分百的要和赵伯萱斗 你看 哎呀行了行了 琪琪你消消气啊 啊 仲智又不是个小孩了 我倒觉得他这次应该去 我就是要看看 老赵怎么对待你 姐 听着没有 听着没有 翠萍姐名是礼 哎 其实我早就应该出马 替我姐收复施政吧 今天我一看那赵伯萱 就是草包一个 仲智 你是觉得你很牛吗 当着那么多人面顶着老板 你很英雄吗 不是我我不是什么英雄英雄 他不是我老板啊 他是傅欣翰啊 他是不是傅欣翰 用不着你来说 你要去就给人好好干 要就别去捣乱 哎 哎 姐姐 徐先生 我很苦恼啊 你说我姐这样的 我应该去还是不应该去呢 我出头也不是 不出头也不是 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嗯 哎 刚才那动作什么意思啊 啊 不是我错了吗我 大云 刚才的事情是我不好 我不应该节外生枝 打扰你们谈正事 不管你的事 别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扯 今天仲智 去景音集团 面试销售总监 他上的公司那么多人的面 把博萱骂得下巴来台 可是博萱还是坚持录用的 怎么会这样的 博萱这么做不是引火烧身 自找麻烦吗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 可是博萱说 现在他在公司 已经觉得没什么自己人了 郑光美引荐王洛君 把陈叔给挤走了 陈叔是我们最老的员工 他是公司的财务总监 公司所有的账 都是他管的 但云 你也太小看博萱了 我想博萱落众志金公司 有他自己的考量 你说得对 你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的 长久以来我对于你和博萱的关系 还有整个景云集团经营的方针 我从来都没有问过半句 但是我不问 并不代表我没有思考 你别忘了 我是一个专业投资人 那你看出什么问题了吗 景云集团很早就完成了升级换代 升级之后呢 你并没有参与过管理 而且你整个人都已经退出了家族机制 为什么现在博萱还有坚持让仲智进公司 第二个问题 自从郑广美还有汪洛军加入经营团队之后 整个公司的气质形象做了大幅度的改变 你不觉得有太多事情解释不通吗 那你觉得 这里边有什么内幕呢 内幕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就先不要猜了吧 既然这样 博萱坚持让仲智进公司 就让她去吧 但是你得劝劝仲智 让她收敛一下她的火爆脾气 还没出 请你站着跟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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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事 重座 不是董事长 您怎么没有看清楚 上面写得很清楚 这是谁 这是谁 郑广美啊 郑广美上半年是股东吗 她不是股东 她分什么红啊 可是现在郑广美 不是您的夫人吗 这是写家谱吗 夫人有用吗 她不是股东 学过残汉吗 学过经济管理吗 不是股东 她就没有资格分红 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同座 谁是什么事啊 这上面写的股份 全都是郑广美的 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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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你 行吧 行吧 行 行 你说的是真的 没错啊 夫人 赵总亲自跟我讲 他要把分红的名单 改成韩大鱼 他真的这么讲 真的这么讲 妈 薄星他怎么可以这样啊 他怎么可以 还跟那个韩大鱼 偶旦撕裂 是啊 有妈在 你放心 他不会的 其实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也不是那么爱计较 这是薄轩他这样大伤我的心啊 妈 回来了 赵总 你怎么在这儿 我过来跟赵夫人汇报工作来的 你跟我妈汇报什么工作 赵总 你不是这 薄轩 是我让他来汇报的 你汇报完了吗 赵夫人 那要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该说也全都收过了 好 好 好 我先走了 先走了 薄轩 你站住 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把上半年的分红给那个韩大鱼呢 你怎么就这么死心一眼 韩大鱼跟我们赵家已经毫无关系了 他主动放弃了财产股份 你为什么还要给他呢 妈 公司的事情你不懂 就别谄话 不管大鱼是不是赵家的人 该分红给他还得给他 这是规矩 我不管你什么规矩 你是老总 你有权利分配 韩大鱼主动放弃了财产 就别想从我们赵家拿走一分钱 你就这么恨他吗 你非得把他赶尽杀卷了 喂 大云 哦 是我 你明天有空吗 那我想跟你碰过头 这件事 我要跟你当面说一下 那这样吧 明天早上十点钟 就在上回给你过生日的那个餐厅 来 好 明天见 欢迎光临 请问赵伯萱他在几号房啊 请问赵伯萱他在几号房啊 我记得他吗 就这样 请问赵伯萱他在几号房啊 请问赵伯萱他在几号房里 请问赵伯萱他在几号房啊 你这次看见赵伯萱他在几号房啊 怎么这么多啊 公司今年效益好 所以比往年多疯了一些 以前这些事情你都不过问呢 所以你不知道 你给我这么多钱 你家里也这么想 家里是家里 这是属于你的钱 谁说的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背着我 给外面的女人签花 你胡说什么呀 这是大云的钱 这是属于大云的钱 公司股东分红的钱 你 什么股东分红的钱呢 干 干什么你 疯了你 全都是借口 我疯了 你才疯了呢 你干什么你 韩大云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又来过于我老公啊 我今天一定要给你好看 你干什么 去 你 给我起来 你干什么 我干什么赵国轩 你是不是要告诉我 这才是你的老婆呀 你说 你今天跟我说清楚 别动 韩大云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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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吧 你给我回去 你给我 韩大云 走 你不要躲在别人后面 你起来 起来 赵国轩 赵国轩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赵国轩 你给我说清楚 韩大 你怎么了 我肚子好疼啊 你没事吧 我没 我没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我肚子好疼啊 肚子疼啊 是不是要生了 还是想去是不是到了 知道 你怎么还不知道啊 快拿救护车呀 疼啊 能不能忍 是哪种痛啊 好疼 你估计是要生了 没关系的啊 我们放轻松 叫救护车啊 喂 一二零急救中心啊 哎 我我这儿有一个孕妇 非常不舒服 她肯定要生了 你赶紧拍个车过来吧 放松 没事再忍一忍就好了啊 一二三 起来 来 小心 慢点 好 怎么样 还能不能动啊 等一等 你别碰我 你先等一下 人机护车怎么还没来呀 快了吧 应该应该快了 你放松 等一会一会就好一点 好一点我们往前走 好不好 没关系 深呼吸 等一会它有点就会好了 我们慢慢往前走 要不这样吧 我开着车呢 我送 行吗 你赶紧去啊 行行行 你们慢慢走啊 我把车开过来 好一点我们就往前走好吗 要不然一会洋水破了更难了 来 慢慢的 来 没事 放松 来 来 来 妈 妈 干什么呀 我忙着呢 电话 哎呀 你不能接一下吗 喂 谁啊 哦 哥呀 什么 啊 广美生了 哦 妈 那个大哥生了 不 广美生了 什么 广美生了 啊 啊 啊 广美生了 干吗呢 拿刀子这话 啊 博轩啊 广美生了啊 告诉我 是儿子还是女儿啊 儿子啊 真的是儿子啊 哎呦 我终于有孙子了 哎呀 哎 杨秘书 嗯 那个我刚才去董事长办公室 怎么没有人啊 完了那时候正好有没有人见 来找到千亿啊 董事长 董事长今天不回来上班了 刚才打电话回来说是夫人今天生孩子了 夫人生孩子了 是啊 哎 还是个儿子呢 哎不 杨秘书 你知道他们在哪个医院啊 嗯 说是 慈禁医院 怎么 你有急事要找董事长吗 不不不 我没什么急事啊 杨秘书 你要有事你就先忙啊 啊 比赵 极端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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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通事长 康美 怎么样 我的孙子怎么样 妈 放心吧 一切都很好 孩子很平安 妈 是个男孩吗 你都知道了 我有侄子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们赵家终于有后了 康美啊 你真是我们赵家的大功臣哪 今天多亏了大云 如果大云不在场 今天孩子和康美都会有危险 怎么 大云怎么会在呢 博轩啊 你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 我告诉你啊 我们赵家的事 以后不要让他插手 妈 妈 你都有了经孙了 说话别那么可恶 如果今天没有大云 今天不定乱成什么样了 怎么回事 我们赵家的事 怎么他多有份啊 小子 别说了啊 博轩 你都已经跟他离婚了 以后啊 少跟他有瓜葛 博轩 我累了想休息 要不你先陪妈还有书会去看看孩子 对对对 看我直在 带我去看我的孙子 光美啊 你好好地休息啊 走了啊 真是意外啊 本来啊 光美的预产期是在下个月的 现在早生了 不过呢 我担心这个孩子的身体不知道怎么样 早上晚上都帮你生了个大青孙 高兴就行了 你懂什么 俗话说呀 七月活八月死 八月的孩子养不活 呸呸呸 怎么说话的呢妈 刚看小孩不是挺健康的吗 哪有自己组织自己孙子的呀 是啊 呸呸呸呸呸呸 乌鸦嘴 小长 你们俩早点回去吧 好吧 那我们走了 你好好照顾光美啊 都走了啊 哎 你怎么还跑到这儿来了 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 你都生孩子了 我都当爸爸了 我能不来吗 妹妹 辛苦你了 你知道吗 孩子差点就没了 你说什么 还不都因为韩大云 他害我差点把孩子 生在电梯里 妹妹 你放心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我一定会给他妈好看 好了 你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 其实 话说回来 要不是因为他的帮忙 我现在能平安地 把孩子生下来啊 不是你怎么回事啊 你现在又心软了 你 你 经常帮着那个土匹 你干什么啊现在 你别在这里说这些了 你赶快走吧 快一点啊 被他们看见就完了 赶紧回去吧 那行吧 好不好啊 妹妹 我先让他再过来看你个孩子 赶紧回去了快点 你好好休息啊 走啊 我走了啊 走了啊 董事长 你好 你怎么在这儿啊 董事长 我是有很重要的事找你的 结果那个公司杨秘书说 那个您在医院我就来医院了 我才知道广美生了 恭喜你啊 董事长 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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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啊